季节山鼻站周边各种住宅建案不断 为了加速这一带的都市繁荣 市府将一处车专区拿出来做土地开发 预计新建地上9楼地下3楼的综合型大楼 将来不只有商场还有旅宿以及办公室 预估总产值高达33亿元 开发的金额大概是13亿 总产值可以到33亿 所以价值非常的高 郑市长特别规划在这里设置车专区 主要就是以商业区来带动我们整体A10站的发展 这里是一个有田园的乐趣 然后有机场的便利 更有都会的便利 希望各个产业界的朋友都可以踊跃来投标 其实我给你说 大价大概有相当的 比例有多少 会超过五成 市府也举办招商说明会 吸引不少厂商前来 而有捷运的加持下 让市府对这件开发案颇具信心 因为离双北不到50分钟 离机场也不远 认为相当抢手 且由政府带头开发 能为这一带注入更多经济活力 事实上我们A10站目前就已经有很多的建商在这里很热络的开发 那有一些建案都已经完成 其实整个发展的趋势是很快速的 但是这里的发展主要是以住宅为主体 那我们这一个开发案是以商业还有这个办公楼 那再加上部分的这个住宅 那希望以这个综合体的开发能够让这个区域能够注入新的活力 然后也让我们的生活技能能够更完整 渔会的厂商也对这件开发案相当有兴趣 因为地点很特殊 加上桃园也有绿线捷运 是相当有潜力的开发案 因为一个捷运站它就只会有一个捷运连开的基地 它周边的所有的基地都不会跟捷运站共通 也不会去跟它做串联 那相较于像我们在A19那边就有一个蛮亮眼的成绩 在捷运连开的部分 所以其实不管是A10还是A19 或是等等后续桃园捷运绿线会推出的 G01 04 08 09 这些我们其实都会去持续的关注 预整个都市计划它的商业区不多 所以必须我们希望由政府先来去做这一方面的带动 提供在这个都市计划区内的一般日常生活 所必须要的所谓的商业的行为 大概我们的定位是这样 市府预计明年1月公告 目前资讯也公开 希望有兴趣的厂商多来了解 期盼为这一带注入更多经济活力 带动产业发展 记者吴永春桃园报道